长时间耳鸣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全方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人医师 耳鸣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症状 也是很困扰很多患者朋友的一个症状 那么有哪些原因可以引起耳鸣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耳部的模式图 如果外耳道有一些阻塞 它可以引起耳鸣 那么中耳腔的疾病 当中耳发生炎症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也会引起这个位置的一个损害 所以可以引起耳鸣 我们来看这个图 就是我们的这个耳部的深部 这个地方叫耳窝和听神经 我这个位置的病变是引起的一个神经性的耳鸣 同时伴有一个神经性的耳聋的情况 所以这一类神经的病变 也可以引起患者的一个耳鸣 那么这是一个耳部的原因 除了耳部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些非耳元性的一些因素 引起了耳鸣 那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位置 咽骨管的一个疾病 咽骨管的异常的开放 那么它也可以引起一个耳鸣 那么我们讲咽骨管的功能呢 它是使得我们可以封闭身体里自身的一个噪音 比如心脏的跳动等等 那么如果咽骨管的一个疾病可以引起耳鸣 那么第二个就是血管原性的一个耳鸣 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中耳腔这个位置 有一个我们叫做骨经脉球体瘤这个疾病 还有一些血管瘤 还有一些椎动脉的一些疾病 这种血管性的疾病可以引起我们血管原性的耳鸣 那么第三种呢 我们讲是咽部的肌原性的耳鸣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口腔张开的软饿的这个位置 饿翻张肌 饿翻蹄肌 这些肌肉的痙攣 颤动所引起的耳鸣 那么这个呢 往往可能跟精神因素 或者跟我们的神经因素有关系 这是第三种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 我们叫做逆合关节 逆合关节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引起一些特殊的耳鸣 那么这是第二种原因 那么第三大类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精神性的原因 我们讲就是有一些精神疾患的患者朋友 他可能会发生 他觉得有幻听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声音 老是骚扰他的生活 那么这也是属于这样的一类耳鸣 一般而言就是这样的一些因素 导致的患者发生耳鸣这样的一个症状 感谢您感谢您的工作